为了解决台湾少子化的问题 今天行政院会通过修法 让夫妻可以一起请育婴假 而且育婴留职停薪的津贴 提高到了八成心 请假的弹性也更放宽了 此外产检次数从10次增加到14次 也增加了产检的项目 让许多准妈妈很有感 针对不孕治疗的补助对象 扩大到一般夫妻 预计2万多对夫妻收回 以前我会觉得生小孩很辛苦的都是妈妈 但其实我现在怀孕了之后才发现 其实爸爸也是很辛苦的 怀孕期间准妈妈一人吃 两人补准爸爸吃苦当吃补 为了减轻准爸妈的负担 行政院会通过修法 补助产检次数从10次提高到14次 增加产检项目包括妊娠糖尿病 凭血筛减和两次超音波 产检价从5天提高到7天 至于育婴留职停薪 原本规定一次勤半年 调整到一次至少请30天 放宽弹性 今天更从6成星提高到8成星 让新手爸妈很有感 我觉得这个部分蛮有感觉的 因为其实如果是6成星 提高到8成星的话 那这样其实我会考虑 就是请先生来请孕家 因为他的薪资 其实是相对比较高的 不止孕检有补助 针对不孕治疗 补助扩大到一般夫妻 首次申请上限10万元 预计2万对夫妻受惠 怀孕到养小孩 相关必要的支出 政府都全力护担帮忙 鼓励年轻爸妈 年轻夫妻 年轻的国人同胞 大家一起圆梦 我们有感受到说 政府其实有用心在提高生育率 宝宝还在肚子里 补助就帮你穿本边 政府力推安心生国家养 让年轻夫妻赶婚赶生 开心迎接新生命的诞生 记者零件事 五香三点本报道